大家好,我叫杨哲,今年27岁 非常高兴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我希望今天能够求职到一份 关于服务行业里的经理助理 或者是店长助理的工作 我也许不是最优秀的 但是我一定是最用心最努力的那一位 我希望做好当下 我人生中的每一天才会更加有意义 谢谢大家 欢迎杨哲 你好,小张老师 杨哲说的话跟青年文摘似的 我在远处就看 今天能不能聊聊 因为今天苏洪在 苏洪可讲就穿衣服了 我在远处这么一看 你是怎么设计的今天这身着装呢 其实挺费脑子的 挺费脑子的 就是上半身我们好理解 下面的这条裤子 亮点吗 你是把他当作亮点 其实就是特别怕腿粗 就是特别怕胖 然后还怕没有时尚感 因为要面对这么多的观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邵老师 你得像挑事 又要挑事 我没有挑事 你这又要犯错误 我跟你说 我没有犯错误 我不怕犯错误 犯错误太多了就不怕 吃多了不痒 我觉得他还是礼仪感蛮强的 然后这个小花裤子 其实是今年开春的时候 给人一种春天的感觉 我并不觉得花裤子会显得你腿更瘦 但是我觉得你穿的还相当的满和时宜的 那邵老师您认为呢 我觉得反正 时尚界的人的心 不是 我一直觉得 您是喜欢哪一个女孩 你就会多问他很多的问题 不不不 对吧 然后 都去评价 被你发现了 对 我藏了这么多年的心思 被你发现了 只有我懂得 好 来 咱们聊工作的事 上的是中专 对 念的是音乐 对 你说的这个音乐是 古征专业 古征专业 对 那是念到多大 中专毕业是 18岁 19岁毕业 18 19岁毕业 对 毕业之后又干嘛了 教课 教古征 对 我是先跟着我的老师在少年宫 给他带带大课 然后我自己也带带小课 然后周六周二又会排得特别满 带课带了几年 哎呀 四年吧 四年 三四年 对 那在这期间除了带课还做过其他的吗 呃 带课的第二年开始 我就算进入到跨行业 然后那个时候就做了餐饮里面的营销主管 一边上班一边带课 啊 那会儿餐饮就是你的工作了 呃 对 对吧 对 做营销 呃 对 营销主管 主管 其实有相当于客户经理的工作差不多 这个店是在哪儿 北京吗 不是 在秦皇岛 在我老家 在秦皇岛 对 这份工作干了多久 两年多 不到三年 啊 为什么又不干了 是因为客户特别多 就老涉及到 比如喝酒啊 就是你得爱屋都照顾一下吧 嗯 这屋进去了 看一下 喝一杯两杯 那屋看喝一杯两杯 我那会儿天天的就无敌 跟酒神一样 啊 就是白的皮的红的羊的 就是一天下来喝好多 一个月长期泡在酒缸里 泡了两三年 就觉得年轻以后 肝不行 还得要宝宝嘛 对吧 那份工作就不做了 啊 对 又做什么了 考大学去了嘛 就考大学去了 然后就上了一年的时候 考了个什么大学啊 叫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啊 为什么又没上完呢 中途结婚了 你怎么想着上上学就结婚了呢 年纪到了吧 其实我本身上大学的时候 就晚好多年了 这样吧 就咱干什么事 咱想清楚 对吧 你不是到了那会儿才知道自己年纪到了 那你早想着年纪到了 你就别上那大学去了 你就 那男朋友 当时没合适的 当时没碰着 你和你 老公 现场的 来我看一看 哪位是杨哲的先生 你别吓我 你怎么评价你妻子 我其实觉得 他有的时候就是身体 总是有些拖累他吧 有假减 然后终身要服药 我觉得这一点 有什么 有 叫什么 叫 全名叫假装腺功能减退 就有点像假抗的那种 假抗的反义词 假抗的反义词 假抗就是假撞腺太过抗 抗劲 对对对 反而你这个是假装腺太蔫了 是吧 对 所以需要吃药 是吧 对 身体总在调整 因为我们认识也时间长了 我就是比较 我觉得习惯 我是习惯 我也能习惯 今天你给个建议找什么工作 我们在家上过 然后特别喜欢 尹总的咖啡之意 因为我们两个 终极的理想就是做餐饮 做餐饮 就是你们在尹总那块 学点东西 就走了 去自己做餐饮去了 当然这也需要一个 特别漫长的一个 一个过程 好 做 关注啊 关注关注 同样了 他老公这句话 突然暴露了一个目的 有没有可能是去尹总那 偷师的呀 那接下来 他就需要证明一个 他忠诚度的问题了 杨哲 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个意见吗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喜欢 这个餐饮行业 你不妨私底下 跟尹总商量商量 加盟的事 我有考虑 对啊 你可以就是说 你确实想热爱的话 自己创业 没必要 非得去做店长啊 做先打工这样 我觉得 两样 你的这个提示是这样 我们不找活啊 我们是找工作的 其实我对每个家门商都愿意 他像店长一样 先实习 熟悉了解 事实上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行业 没有外行 能够领导好 内行的 对 他打好这个基础 但是 银总的企业非常的庞大 就是你学习完之后 你回去 你自己想创业的话 你肯定一开始的规模 不是很大 不一定适合 我是这个意思 那就是说 我这边呢 倒是有一些职位 市场类的这个职位给你 我们秦皇岛也有店 可不可以考虑 他是聚焦摄影 或胡秦皇岛有店 我觉得这比较实际 要是 在不在考虑范围的 特别不好意思 我特别感谢您两种 但是不在乎 不考虑是吧 做餐饮 对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这份职业 但是你半路上不做了 就是因为时机不大 我觉得 我最终的目标想法就是 可以让我自己打理一个店 或者说是 投资也好 加盟也好 就是几年以后的计划 那是我最终的职业规划 就是我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我想靠我们两个 自己的能力去生活 好 说自己的能力 我觉得在工作能力当中 我是一个比较谨慎 细心 而且比较有耐心的人 作为一个服务人 一定要有主动的服务意识 就是你心里面 要把所有的顾客 都装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在工作上 在服务行业里 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自信 我是一个合格的服务人 那杨哲 你好 应该说印象非常好 从着装 从各方面来说 表达非常好 其实我想问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 因为你的所有优势 其实都在秦皇岛 对 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我在我现有的 我们两个还能够承受的 时间范围内 我需要再开阔眼界 其实听上去 好像我经历挺复杂 但好像都不是特专业 也都不是特别能 都不是特别能拿得起台面 我希望能够打定一下 更好的基础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其实跟你的学历啊 等等这些是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 起码你自己人生的背景的经历 还是不够强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一些选择 那你如果到韦京来说 坦率说这会显得更弱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 你一定要想清楚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 想清楚 摔得更狠 才能让我学会得更坚强 这很危险 因为今天大家也看到了 你上台这个气质还是挺好的 而且你学的专业呢 又是这个古增 又是艺术 但是你一直讲的是做餐饮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你学的是艺术 而且我们这边在座的这个 嘉宾里面 又是文化创意产业特别多 你为什么不感兴趣呢 第一我也从来没接触过 然后还有就是 我因为古增嘛 我就觉得它是比较传统的东西 可能我学它 不是为了一定要让它赚多少钱 而是我觉得 其实就是一种业余爱好 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个伴 所以你这样说的那么广的 我确实没接触过 确实 这样说 确实没底气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说 我们针对它的初步印象 12位来做出我们的初始判断 你们觉得杨哲 逝去是留 选择 李树平离开 两样离开 确实往离开 三位离开了 九位留下来 好好回答问题 天生我有贪 杨哲 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特别招人喜欢的外表和谈吐和你的致素 这是你特别能够赢得分数的 但是你知道你有一颗特别杂乱的心和状态 这个其实跟你的不自信和你的骄傲 一直像是一个热和冷的一种碰撞的东西 让你特别的繁杂和操乱 然后再加上你平时的知识的武装和你平时格局的开拓又不够 就刚才你说说我想跌得更狠一点 这个完全还是处在一个刚刚要踏入社会的一个小孩的思维 真正成熟人的思维是说我要做什么 我坚定我笃定的去做什么 我选择了这一行我跪着也要走下去 你有过这种决心和这种笃定吗 我相信你目前还没有 来听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做一件什么事 用苏宏这种血淋淋赤裸裸的描述叫做跪着也要走下去的那么一件事 其实我性格就是这样 其实苏宏老师看我看得挺准确的就是我确实是挺纠结的 因为我跟我爱人选择结婚在一起 其实婚后的两年生活确实让我变得有的时候特别犹豫 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会这样 而且我其实这个人的幸福就是我做了决定了 我下的目标我就一定要实现 而且我一定要做 做就把它做到最好 要么不做 你是说和她结了婚之后的这两年让你变得更 我特像家庭主妇天天在家 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有一颗笃定的心 你这样不算晚才27岁嘛 对吧 然后给自己五年的时间 真正的去做一个事情 不管说你是做餐饮也好 还是做其他行业也好 笃定这五年做一件事情 好 谢谢苏宏的建议 谢谢您 咱们能 建议我们收到很多了 我们收到很多建议都收到了 咱们能提问题吗 小燕 哎呦 我就是想了半天 我在这替尹峰担心 我怕他那个热心 然后最后雇了三个月 他又拍拍屁股找一堆借口走了 那你说哪个老板愿意雇这样的人呢 我其实是要怕死他 但是我又怕尹峰一激动 我就打算留着灯一会儿给他泼凉水 小燕 特点你也了解的 话操你 操 我知道因为那个 不是坏人 长得像坏人 十总 十总 十总其实是一个责任感 会被抢那个 是的 是的 明白这个意思 他在强调刚才我说到的那个担心 让我更坚定 杨舅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 对 我是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做珠宝的 博士团新成员 卢宇千叶珠宝副总经理 千叶珠宝 秉承尊贵时尚典雅的设计理念 荣获中国珠宝首饰行业 持名品牌 2011亚洲品牌500强 你刚才讲的 你热爱服务 对不对 我记得你重复了这个词有两遍 我是觉得您有非常好的亲和力 对于我来讲 谢谢 您形象很好 跟人沟通逻辑很清楚 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来讲 我们都是服务于一些高端的客户 然后我们需要有我们的这种高级的督导 固定的时间 跟他们做一些对珠宝的推荐 沟通 怎么样 你愿意吗 说实话 说实话 其实我之所以想这么笃定的选择餐饮行业就是我今后的职业规划我能归到根 因为我不可能一辈子打工 如果做销售的话 我也不是做不了 但是 这离我最终的职业规划的根 有点不太接近 明白了 说他没职业规划呢 对 你觉得他乱 说他没职业规划呢 也不对 挺好 其实他脑子里面挺强悍的 其实我一直在这里观察 我觉得他真的还算是很笃定的 我先回答你那个问题 所有人都担心他学好了 然后回去开店 其实我还真不担心 为什么呢 第一在我们公司很多团队的 从服务院做起做到店长 现在是我的高管 也是我的基因股东 跟我一起在经营这个咖啡机 我永远都这么说 总有一天我要退休 可能很快了 最后咖啡机就是年轻人的 我希望培养更多这样的 优秀的基因股东 这是第一 第二 漂亮女孩子有一颗朴素的心 这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至于你有一些纠结 我觉得很能理解 她是处女做的 做事一定会很完美 我想提的问题就是 天津我们马上就要开店了 今年有四到五个店 那么如果到时候 你的培训完成之后 要派到天津去 你会愿意吗 没问题 如果能够吃醋 给我一个员工宿舍 就没问题 所有的地区都是包吃包住 好 来 我觉得你如果以后有机会 连湖南我都可以去 越聊 我们对杨哲的了解越清晰了 酒家留了下来 现在第二次选择 变名离开 谢谢 陆宇 你的留下的这种行为 知道我会叫做什么吗 您讲 叫做不知死 现在有两家留了下来 一家是千叶珠宝 一家是咖啡之意 谈钱不上感觉 严总 您那里能给我的薪资待遇 什么薪资待遇 还没说职位呢 咱们稍微客气点啊 职位 那么就是你想要的店长助理 我相信你会很快提升的 谢谢 那您这边 就说 职位 我可以提供给您的是我们的高级的这个珠宝销售顾问 薪水自己来 尹总 卢总 在这个平台上 所有的店长助理都是三千五 谢谢您 那您这边呢 我这边薪水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会有那个提成 根据您的这个销售表现会有提成 对我刚刚说那个 包吃包住之外 其实我们永远是有提成的 好 谢谢 好 一句话杨哲 你对自己稍微有点不自信 其实是身体的原因 各方面原因 刚才杨哲很在意他的身体 刚才悄悄问了我一句 说 我老公把我身体不好这事说出来 会不会影响大家给我提供工作 我想告诉你 不会 企业给任何的员工 平等的 好的发展平台 也是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一 第二 因为我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我只会比别人做得更好 对 这不是包袱 好不好 不要有太多的想法 我想说一句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从小到大的经历 所以我才觉得 我一定要健康快乐地享受每一天 然后也需要把这种理念 带给我身边所有的人 希望每个人都会得健康 因为你以食为天 人们只有吃的健康 才能身体健康 多好 又说回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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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 你的选择是咖啡之意 还是选择千叶珠宝 或者是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我选择咖啡之意 你是就这一次来飞你莫属是着急想对自己现有的生活做一个改变是吗 其实也是给我人生目标的一个肯定 其实也是给我人生目标的一个肯定